字幕提供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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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這是鱼魚先拍 那今天要來介紹兩樣我會在生活中一直用到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鼻毛機 大家也知道我有做過一個主題是客人的故事 然後是關於一個客人鼻毛太長的故事 我們叫他 鼻毛先生 我自己也會注意到我自己的鼻毛有時候會太長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了一台鼻毛機 那在買鼻毛機之前呢 我在處理我的鼻毛是用手拔的 很多人是用小剪刀 可是我那時候想說那用手拔就好了 因為只有一些太長就不會剪到其他全部 但後來發現太麻煩 我就想說那就買一台鼻毛機就好了 然後鼻毛機在市面上有很多種 所以不一定要買這一支吧 我買的是Panasonic的ERGM30 然後你打開之後可以發現 上面的頭是可以拆開的 裡面會有刀片 然後裡面會有鼻毛掉下去的一個存放的空間 看到這邊有個符號 它是可以旋轉的 然後代表它要鎖住它的出水口 或是打開的出水口 所以等於說你是可以直接沖水洗掉這些鼻毛的 然後大部分的鼻毛剪其實都是防水的 可以直接拆開所有的組件 然後直接沖洗 也不用擔心電池會進水 然後直接壞掉這樣子 然後大部分的鼻毛剪要求的電池就是一顆電池 可能AAA或是AA都有可能 裝上電池之後組裝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那在使用前我想提醒一下 你要注意到你的出水口是關起來的 然後打開開關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然後你會聽到那個聲音咕咕咕咕咕咕 那就是它在刮鼻毛 我覺得過程有些可能會害怕 就是會被那個刀片刮到 會被那個刀片刮到自己的鼻子 但其實不會 然後你在刮完 記得用衛生紙清理一下鼻子 因為還是會有一些毛的殘留 我是覺得這真的蠻好用的 因為每個人其實有時候鼻毛太長自己不知道 像我這樣子就會帶一隻直接出圓門 就我旅行啊或是做些什麼 我都會帶著它 因為這樣我有時候就可以直接清理我的鼻毛 不用用手拔這樣子 小剪刀也可以啦 只是這個就蠻好用的 希望各位注意自己的鼻毛有沒有太長 不要變成鼻毛超人 我知道很長 然後接下來就是掏耳朵的機器啦 我買的是叫SPADE 它是一個像筆形的掏耳朵的機器 然後它這個是充電室的 它還會再給一個基座 然後你筆插在上面 然後接上電源它就可以充電了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基座打開裡 它還有存放不同種挖耳朵的工具 但我很想用到其他的啦 大概就只有一般的那個刮的這樣子 比較特別的是它是有APP可以做連結的 你在把筆頭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在Wi-Fi那一欄看到 The SPADE 6126 然後選擇之後 回到它的APP 你就可以看到已經做連結了 然後按GO 然後你在畫面上可以看到有一個鏡頭 這個是它前端的這個鏡頭 然後你可以選擇左耳或右耳 那我今天是要左耳 那我現在要來示範囉 我覺得過程蠻噁心的啦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看這些東西的話 可以直接跳過 在 asp HR 不會 一般大部分是用棉花棒來做掏耳朵啦 然後因為耳尺是比較有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挖耳朵的機器會比較好用 好啦那這兩樣就是我平常生活中會用到的個人清潔的小物品 我覺得它們蠻好用的 但我發現好像沒有那麼多人在使用它們 所以我想說可以推薦給大家用這樣子 好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那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內容 也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喔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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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